第一題我們就來談一下 最近有一個說法 在美國事實上從應該說是去年了 去年1月6號 川普支持者攻陷美國國會山莊 爆發了重大流血衝突之後 美國一直在討論 感覺上好像危機重重 美國陷入了撕裂跟分裂 那麼現在就輪廓越來越清楚 各方警告 感覺上美國此刻站在內戰的邊緣 當然講美國的內戰 大家會想到以前黑奴解放等等之類的 那當然現在已經2022年了 美國身為世界超級強國 但是現在危機感重重 第一個有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 現在還有俄羅斯 烏克蘭的一些問題 這個頭很大 那之前我們看到在撤軍阿富汗 也搞得他灰頭土臉 所以美國的內政部分 最近引發了很多很多的討論 包括幾個我們看到了 包括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 政治學者最近提出了一些論述 就是聚焦在美國會不會爆發內戰 還有美國最近要出版兩本書 那麼談的都是內戰 內戰如何開始 內戰如何結束 還包括加拿大 加拿大在美國北邊 跟美國關係一向很親近 加拿大的多倫多的環球郵報 也有學者要警告加拿大政府 要為美國的內報來做一些準備 還有Jimmy Carter 美國的前總統已經97歲了 97歲的老人也投書媒體 說美國目前正在搖搖欲墜 介大使向來對美國特別的熟悉 我相信介大使也聽到 這個聲音其實時間蠻長了 那你怎麼看 對 我覺得都說得很有道理 因為我今天要談這個題目 我就看了一下 我發覺美國討論這個問題 討論好激烈 很激烈 對 你上網上站 他們這Barbera Walter 就是你剛剛提那個 Saint-Diago的政治學教授 就是女士 還有這個Steven Marsh 就是那個加拿大人 他寫了一個就是說 這個也是有關美國要打內戰 這兩本 在網站上他們都現身說法 然後回答了很多問題 那主流媒體CNN ABC 都在報導這個問題 所以這在美國 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而這兩位呢 他們的論述呢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 這個有見諜 而且不是一種幻想 雖然這個加拿大的這位作者 他是一個小說家 那可是呢 這個講的也很有道理 而且他跟那個就是說 就是說最近聖地亞哥分校 這個Barbera Walter教授 那講法很多地方類同 所以這些問題 我想就是說 所以根據您所瞭解的美國 這不是一種危言聳聽嗎 這不是 不是嗎 而且他一曲討論的時候 他們比如說今天在電視上 他在媒體上 他有四五個學者一起討論 基本上大家都認為很危險 大家通常就是說 內戰比大家人大部分想像的 更接近現實 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 上次總統大選造成的撕裂 因為這個得票率非常的接近 特別是在選後呢 這個佔領國會山莊 爆發了這個流血衝突 之後呢這方面的討論 就一直不斷 但我覺得這個台灣民眾 特別能夠理解 台灣在經過這個 即次總統大選兩顆子彈等等 政黨輪體的時候呢 台灣也一樣 社會撕裂的非常非常嚴重 一直到此刻為止 藍綠對峙這個仇恨的 身高越來越高 還包括我們看到 現在這個雙方的這個 我們台灣的問題更複雜了 因為還有一個中國大陸的 另外一個這個因素 你怎麼看 像加拿大的 多倫多環球時報的這個學者 他寫的文章 他也把時間指出來 他說到2025年呢 美國的民主可能會陷於崩潰 2025 這2025我們也常常聽到 過去講中國大陸有沒有 2025也是個指標 還有呢 他認為到了2030年 甚至更早 美國恐怕會被 右翼的獨裁所統治 目前當然啦 這個川普我們看到 他的政治動能 還是相當的驚人 然後另一頭 他的這個粉絲 還是不放棄嘛 那最近還有動線觀瞻 這個他的個性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這個 謝大使你怎麼看待 美國內戰它的起因 還是因為社會的分裂撕裂 那這個選舉一直到現在為止 以美國這個民族大榮爐來講 傷痕就無法米平嗎 我覺得很難 這個譬如說像加拿大 這位學者 他在討論的時候 人家說你覺得這個跟川普有關嗎 他說無關 為什麼無關 他說他認為即使是當時 五年前 如果說不是川普贏了 是這個克林頓 是Hillary Clinton贏的話 他說可能美國爆發內部衝突的 會更快 不會等到去年的1月6號 甚至更早就開始 美國的社會 兩股分裂的不同的力量 可能就老早就已經衝突 更表面化 意思就是說 如果雖然是民主黨 可能民主黨 對美國社會的這種分裂 速度會更快 那麼不會晚於這個 共和黨的川普 所以這個講法 我看在討論會的時候 別人也沒有出來質疑 所以也不用全部 甩鍋到川普身上 不用全部 他認為基本上 他認為是說 美國是一種 制度性的失敗 制度性的失敗 然後這個制度性失敗 他的解方 這加拿大人他說 美國憲法太老了 240年了 他說這個憲法 都應該重寫了 他說美國基本上 就要徹底改造 而且他最後的預測更有趣 他說美國會分裂 然後他分裂了五個國家 他都把他地圖畫出來 哪五個國家呢 加州一塊 從這個歐里根 從這個華盛頓 歐里根到加州一塊 然後靠中間的部分 北邊南邊各一塊 都取了名字 德州也是一個國家 所以美國會變成五個國家 那當然就是說 他是加拿大人 有人質疑他是不是對美國 基本上就是 居心不良 居心不良 不過他說這是他的想法 可是回過頭來 像巴伯娃娃娃娃這位女士 她的書比斯特芬·瑪茲 那個加拿大人更新 他是專門研究內戰 他不是小說家 專門研究內戰 他還透露一點 他說CIA曾經跟他合作過一個計畫 一共研究內戰 研究了四年 那他後來第二次 我看接受別的訪問 他說他特別澄清 他說CIA不能研究美國的事 所以他說他那個計畫 很多國家的人 就是沒研究美國 不過我覺得他對美國 還蠻瞭解的 他本身也是CIA的顧問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Jimmy Carter 美國前總統已經97歲了 還憂心忡忡 投出這個紐約時報 那麼他當然就提出了 很多很多解放 12345 寫得很詳細 他首先希望要改革 趕快改革 確保選舉安全 所有的公務人員 選舉人等等 希望安全是很重要 結論他就告訴大家 他認為美國正在搖搖欲墜 當然講到內戰這個字 兩個組成 第一個內 內部 不是一個對外戰人 第二個戰 戰意味著什麼 戰意味著他就是流血 那講到這個流血 確實我們看到共和黨 很多議員拋出了很多 關於武裝衝突的一些觀點 認真的 在8月的時候 我們看到北卡這位議員 有沒有 他就說 他說如果我們的選舉制度 繼續被操縱 繼續被盜竊的話 結果只有一個 那就是流血 那當然所以就看到很多 不是說一般的民眾而已 包括很多國會議員 他們都這種右翼的傾向 很嚴重 現在就是任正在思考 把這流血的議題 武裝衝突的議題 就搬上檯面了 對 現在事實上的話 像加拿大學者 他認為內戰的形勢 就是跟我們 就說美國人一般 對日美美國人印象 內戰就是 19世紀的那場內戰 那是正規軍之間 發生的一種衝突 北方有李將軍 南方有李將軍 北方有林肯 這樣子雙方都穿著軍服在打 他說這個將來不是這個形態 那麼他的所謂的 他的門檻 內戰的門檻 是一年大概有1000個事件 加死傷 就1000個事件 結果在討論學者說 哇 那我們已經打到這個門檻 對啊 是啊 我們已經到這個門檻了 那另外一位 巴巴拉·瓦特 她講得更路過 她說這個內戰 將來不是傳統觀念 美國人傳統觀念 那個19世紀那場內戰 她說這場內戰 基本上是像這種恐怖攻擊 像這種極端的暴力的分子 針對政府的機構 或者說針對 特定政治人物的攻擊 所以她說都是小規模的 沒有大規模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她說事實上的話 這個就是將來內戰的形態 而某種程度的話 現在美國事實上已經發生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把這個內戰 講得是蠻清楚 而且像這個巴巴拉·瓦特 她講得很清楚 她說誰在推這場內戰 她問了這個問題 她說這場內戰 絕對不是哪些人推動的 她說不是窮人 不是移民 也不是社會的弱勢群體 來發上這場內戰 她說這場內戰 是那一些曾經掌握政治權力 那麼現在他們認為 他們已經逐漸在失去 政治權力的那一群人 然後她更精準的講話 說這些人是什麼 她說這些就是美國的 她講Why Christian Americans 就是美國基督教的白人 她講得很清楚 那麼她認為她用一句話講 她說這些人喔 就是她講的這些 她們過去掌握這個政治權力 而現在她們政治權力 她們感覺已經被威脅 而且漸漸會失去掌握 她說她們不可能 再失去這個權力前 不奮力一戰 所以她們等於說 這一群人是要為她們 失去權力前做出奮力一搏 所以說這個問題 她都講得很清楚 然後她也提到說怎麼解決啦 也有人問她說那你怎麼解決 她說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她說社群媒體 她說這個媒體部分 她說你如果今天 在美國的正常媒體上看 你會覺得美國沒什麼事 可是你進入到社群媒體裡面 你看他們這個 譬如說白人的這種 極端武裝團體的話 基本上都在不斷的 談論有關如何用暴力的方式 來達成他們的目的 然後在什麼時候 他們是他們最後的底線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以現行的法令的話 你沒有辦法阻止這種串聯 也就是說同溫層之間的串聯 所以她說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她講的一點 我覺得蠻重要 她說你必須要改革 她說你美國如果不改革的話 那就是無法避免這一場 對 當改革的這個說法 就跟這個Jimmy Carter 他所投出的這個內容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剛剛講 這個CIA的顧問Carter 那他認為呢 這個美國比想像中的 是更接近內戰 我覺得他提供了一個觀點 還不錯就是當局者迷 當然就像我們台灣一樣 說實話台灣撕裂 說是這個台海危險 但是我們台灣人還是一樣 對不對 日子還是一樣 小確幸還是很多 所以在美國的這個 台灣的這個僑胞也很多 大家沒有感覺到 但他就提出呢 如果說你從過去 中東的一些經驗來看 你從過去一些 非洲的一些動亂來看 從他們的指標 反推回來美國的話 他覺得美國 評估動亂的兩項指標 像介大使剛剛講的 美國其實兩個都已經達標了 都已經符合這個 內戰的一個標準了 那當然啦 利用族群來分歧 來獲取權力 就是最容易導致分裂的 那不管是美國是如此 台灣更是如此 還有一個現在就認為說 現在在美國 特別是在去年1月6號 國會山莊遭到攻佔之後 他認為呢 美國現在已經算是一個 半民主體制 美式的民主 向來是美國很驕傲的 我們台灣就拿過來用 台灣也很驕傲 他認為美國已經 根本不是民主了 半民主 那在學術上的研究 半民主體制 比全民主體制 爆發內戰的機率 大概是多三倍 在這個過程當中 各方 從科學的論述 從學術上的一些標準 從社會上 從網路上 各方面的評估 現實的學術來看 感覺上美國在 說是內戰邊緣 真的不是一個 唯言聳聽的說法 那除了Jimmy Carter 除了這位Walter之外呢 還有這個三位 美國的退休將領 也投書華盛頓郵報 那美國將領投書說什麼呢 他就說美國過去一年的撕裂 而且他們非常擔心的是 接下來2024的總統大選 我們台灣也要大選 美國也要大選 他認為在總統大選之後 這三位認為 他們對於軍隊最瞭解 因為是退休的將領 認為美國內部的軍隊內 可能會爆發流血衝突 所以他希望美國 美國要預先為2024年選後的 軍中變亂做準備 那這個變亂是怎麼亂呢 當然如果是一種叛變的話 那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這個亂有大亂跟小亂 三個人連媚投書 那簡單的最後 他們三個人做一個結論 他們說一想到下一次 可能會接續的出現政變 他說我們三個就不寒而栗 事實上的話 美國軍方開頭的時候 我自己認為開頭 如果美國社會發變了 開頭的時候他不會涉入 可是如果美國這個 這個開始就跟這些 兩位作者講 是從這些所謂的 白人的極端團體 他們先發難 他們認為已經到了 他們忍耐的極限以後 他們採取恐怖攻擊 或者佔領這個政府機構 或者甚至把政府機構炸掉 因為多年以前 亞利桑那 我記得是阿拉巴馬的州政府 州政府一個建築 被一個白人年輕人 把他炸掉一半 死傷一片 那他認為這種事件會重生 另外像這個 史蒂芬馬爾什 這個加拿大人 他認為是政治暗殺 他說美國有十一分之一的總統 都被暗殺 他說政治暗殺是美國的傳統 他說會用這種方式 這種方式點發 如果說他控制不住 引發一個一連串的這種暴亂 那美國軍隊就會介入 可是軍隊介入的時候 會不會引發美國軍隊 因為同情不同的兩邊 造成軍隊內部的這種分歧 那所以這個是蠻嚴重的 那就是說我想他們很多人 瞭解美國事情 都已經提出這種警告 所以這些都是可能發生的 那麼就跟這兩個作者講說 美國爆發內戰 絕對比大部分人想像的 可能性要高 而且更接近 時間上更接近 我想他們就是這個看法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維吉尼亞大學的政治中心 在去年秋天發布了一項民調 這個民調顯示 超過一半支持川普的選民 還有大概40%票投拜登的人 這兩個族群在某種程度上 達成了共識 就是什麼呢 他們都認為是時候 讓國家一分為二了 就贊成國家分裂 這也很特別 我們看到這個以數字來講 不算低 川普的選民一半 拜登的選民40% 這有共識啊 就說你要分是可以啦 就說那個分的過程是很困難的 像這些美國學者就說 他說光Texas來講的話 他說Austin跟他的周邊的這些 所謂的郊區的德州 就是兩個世界 意識形態也完全不同跟對立 你這是一個高的菁英分子的一個 像Austin 德州這個首府嘛 他州州大學Austin分校 也是美國非常好的學校 你這個在一個所謂的都會去的 是一個菁英白領的一個 可能跟他附近其他隔 不要多遠的幾個郊區裡面的 這裡面的人的價值 政治態度 對這些美國的 這種政治的看法跟解讀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這個中間就很難分 那這個一分以後呢 可能就變成糾紛之所在 那他為什麼把德州 會把他特別獨立出來 因為美國有五十個州嘛 只有一個州 因為美國是聯邦嘛 只有這個州 他脫離聯邦的時候 不需要美國的聯邦議會通過 他自己可以決定退出 所以德州始終被認為是一個會 不過我覺得現實的問題就是說 美國今天這個分裂 不是照地理來分裂的 他不是地域觀念造成的 他是價值系統的 完全對立 那對美國這個國家 這個整個體制 那麼有分成兩群人 對怎麼改這個國家 對這個國家未來該怎麼走 有完全對立的兩套不同看法 那這個東西要拆起來的話 很困難 所以像這個加拿大人 他把美國拆了五個 就是說我也不曉得 他怎麼畫得出來的 因為很難畫 因為美國同樣是一個州的話 你可能他有大都會區 有這個鄉下 不管怎麼猜 兩個猜成五個 當然就絕對不會符合 美國的這個價值 對不對 因為美國一猜的話 他還會是全世界的超級強國嗎 恐怕這個強國的力量 就要削減很多了 所以相信這並不符合 這個美國贏的一個價值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一切的一切 我們看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美國的內政危機 是蠻嚴重的 美國的內部分歧很嚴重 當然這個學者把 他說這是第一次 把美國歸於半民主 所以我覺得主要的 因為我們身在臺灣 所以還是要反省一下 因為臺灣一直像是 在這個政治體制上 是牢牢的跟隨美國 我們也相信 美國作為老大哥 在各方面是會照顧臺灣 所以第一個大家看到了 美國恐怕自顧不暇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第二個就是說 美國的這個體制 我們臺灣是不是要全部接收 也值得我們去思考一下 未來是不是應該要分散風險 全世界我們看到有能力 或說跟臺灣價值觀 相同的國家也很多 臺灣應該要做什麼樣的選擇 雞蛋是不是放在 同一個籃子裡面呢 這是今天這期節目當中 我們要傳達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訊息 好 謝謝大家 我們要傳到 專門了 我們要贏 好像不淺 即使你 群人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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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